对于马哈迪提议让沙菲伊成为西蒙家的首相人选 那刚刚沙菲伊他自己也说了 要大家给他多一些时间去考虑 那沙菲伊现在算不算是西蒙家的最佳首相人选呢 塔斯玛尼亚大学政治研究所主任詹韵豪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的时候就表示 那不能够说沙菲伊是担任首相的最佳选择 只能够说这是目前西蒙家可以打破困局的一个策略 他提到当马哈迪跟安华彼此都不愿意让步的时候 一推举沙菲伊可以打破目前他们的僵局 第二他们也希望可以利用沙菲伊的东马政治人物的身份呢 去拉拢沙拉约政党联盟的加入 他认为说这个消息啊对东马的这些民众来说呢 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毕竟啊这是马来西亚成立半个世纪来 第一位东马领袖被推举为首相人选 但就还是有不少的人认为 这不过是解决西马政治僵局的一个方法 那沙菲伊最终会成为西蒙家的首相人选吗 对此张运豪就认为 沙菲伊本身他还没有点头 西蒙三党就包括公正党 行动党还有诚信党 也还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现在看来呢 一切都还言之过早 虽然张运豪认为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马来社会还没有真正消化 沙菲伊被推举为首相的消息 但如果真的丑事 西马的民众又能不能接受呢 时事评论员潘永强认为 沙菲伊担任首相人选 比较能够获得西马 无论是土著或非土著选民的接受 沙巴本身的政治环境跟社会的气氛 比较多元 比较有包容性 所以沙菲伊这个人选 他是土著回教徒 在宗教跟族群的背景上 他不会引起马来社会的抗拒 或者是反弹 况且他本身也是武统过去的副主席 但是由于他本身在沙巴的背景 他的马来族群 马来民族主义的色彩 伊斯兰教的宗教的色彩 也没有过度的强烈或者极端 所以对于那种非土著 打到过华人 包括印度人来说 也相对容易可以比较接受他 虽然如此 但詹韵豪却认为 沙菲伊的多元包容性 的确会被西马的华裔社群接受 但在马来社群内 他的这一项优点 或许会成为他的缺点 他不是一样的伊斯兰教人 如果你去沙巴的话 我们看他自己的行为 他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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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会想 在沙巴和沙罗阿 对于中国的社群 会看得很正确 但对于沙菲伊的社群 会看得很正确 詹韵豪认为 沙菲伊在马来民族 和宗教相对中央的立场 对于近年来 逐渐越来越多 趋向种族宗教极端化的 马来学民来说 未必有利 但潘永强却认为 不管怎样 沙菲伊任相的话 可以为我国的政治举念 打开一个新格局 提出这个沙菲伊作为首相人选 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局面 是可以说是打开一个新局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的权力 可能不止在东马的少数几个党派的手中 它可以让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面貌 或者权力的分配 有一个新的不同的想象 可以接受 也可以欢迎 以西马为核心 这个政治阵营以外的政治领袖 有机会担任全国的领导人 那潘永强认为 提出沙菲伊这个人选呢 最关键的一点啊 就是它意味着 马来西亚的政治呢 有可能会走出 过去20年 马哈迪和安华 两个人的政治纠缠 还有恩怨 他提到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方面告别马哈迪 也告别安华 让整个政治面貌 或者西蒙内部的权力安排呢 可能有一个新的人选 新的气象 或者新的可能 潘永强也认为 马哈迪现在呢 尝试提出沙菲伊这个人选 让自己呢 退居第二线 其实也意味着啊 马哈迪本身 其实也意识到 他的政治影响力和能量呢 也正在下降 他如果坚持继续要扮演西蒙共主 或者是西蒙首相人选这个地位的话 可能是相当吃力和困难的 而如果硬撑下去 跟安华在纠缠的话 也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 因此对马哈迪来说 他现在退居第二线 这是一个他认为可靠的人物 来延续他自己的政治影响 对他来说 或许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您的视频